美国的第一夫人吉尔搭乘的飞机 在台湾时间昨天下午传出 因为挡风玻璃有裂痕 紧急的折返意外 好 这起意外呢 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的坐机 原本3号结束了科罗拉多州的宣传之后 计划是要继续飞往密西根州 没想到在空中的时候 发现了飞机的挡风玻璃出现裂缝 虽然没有立即的危险性 但为了安全起见 机组人员决定紧急的折返 回到原来起飞的丹佛国际机场 而行程被迫延后的吉尔 则是改搭了军机 回到了马里兰州的安德鲁空军基地 而第一夫人的秘书也发出了推文 表示机上所有的人员都是平安无事